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J江玩果醬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什麼你知道嗎 我好興奮喔 這個東西我拿到了 應該有一兩個禮拜吧 可是因為我們的拍攝行程塞得很滿 拍了很多然後都沒有時間剪 大家一定要瘋狂訂閱我們 拜託我們真是實實在在非常用心的在拍攝 不管買什麼就拍什麼 你有看過那麼愛買東西的人嗎 對不對 我們除了是知識型 也是購物型 Youtuber 敗家型 對 敗家型Youtuber 可是你也知道嗎 人生就只有短短一會 你不用 你沒有買 有時候你不體驗 我們Youtuber就是這樣 我們花自己的錢 又不是說有乾爹乾媽 然後贊助我們 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到這個勘賬嘛 所以只要你們一直瘋狂訂閱我們 我們就到這個勘賬 你看我們實話實說 好的也講 壞的也講 那我覺得就是很中庸嘛 不要說我們收了錢 事實上也還沒收到錢 重點就是好用 我們才推薦給大家嘛 OK 好 因為我現在開了電動車 之前是特斯拉 現在開了Ionic之後 之前有提到一個 我們可以透過安卓盒子 讓我們的車機 在一個原廠的模式下 就改成多功能媒體機 OK 好 現在這個東西越做越厲害 來跟著我Apple iBox 跟另外一個牌子Apple Pie 都一樣是安卓機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說 這個安卓機好不好用 興不興奮 我們就點頭 真的很爽啊 因為在一個駕駛 長途的駕駛下 你又不想一直聽音樂的情況下 當然這個要下一個景語 你不能說開了ACC之後 就這樣放給它爛 然後自己開車 自己在這邊刷電影 刷影集 這一定是不安全的 看危險 遲早讓自己送天堂 真的 OK 好 打開 哇靠 太緊了 是怎樣 這 太緊了 是怎樣 不講我都還有一支真空 說明書 喔 Type-C喔 然後有兩條線 但是不知道要幹嘛的 使用前先取消手機 與原車中控藍牙的配對 所以我要 我要把手機的刪除嗎 我先關掉藍牙 我們來試試看 我先關掉藍牙就好 那應該正常來講的話 都是 插Type-C 然後 接下來 這是USB孔 我們這一台真的是 被偷料偷到一個境界 好 好 這個東西 欸 記憶卡 螺旋卡 塑膠 有點金屬的感覺 應該是 欸 還有麥克風收音的喔 好 速速看 好 很簡單 跟之前一樣 插上去 插插插 GT6 對啊 速度蠻快的 咻咻咻就開了 好 現在一樣在偵測 那我現在要開手機開熱點 手機開熱點 有一個接上電源的部分 就可以啟動 好 它現在在重開機 因為我每一台的這一種安卓系統 這個安卓系統 它會去偵測你每一台車的 車子的螢幕大小 OK 我只要一插上去電源 它就可以馬上有熱點的功能 好 這是我寫入的一個手機捷徑 好 它已經打開了 好 同意必接受 OK 我們接受它 接下來 哇靠 速度也太快了吧 好 我看一下 返回原車 喔喔 有點快欸 它不會Lag欸 速度超快欸 開機自動選項嘛 一定要有來個神盾 一定要有神盾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神盾 看一下老闆有沒有 看一下有沒有神盾 有 神盾 自動開機選項神盾 接下來是 因為我們之前用一些安卓盒子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的音頻完全都不在正確的位置上 這裡有一個SD卡跟Wi-Fi 好我們點Wi-Fi OK 等一下喔 我來看一下Wi-Fi設計 我要讓它吃我的熱點 好看到就 欸馬上連上去欸 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什麼 地圖神盾 好 好 導航行網欸 迪士尼欸 看一下 YouTuber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速度有多快 好我們就選 Google Map 這個 導航選擇路徑地圖 這個是Google Map的地圖喔 音樂路徑選擇 如果是我 因為我Spotify是有付費的 我就會寫什麼 寫Spotify 視頻的部分應該是YouTube 雖然我不知道它這是什麼功能 因為我們第一次用嘛 好那我們就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剛剛設定應該是按Spotify應該是它 可以了 我密碼輸入好了 那我們來聽一下 我常常聽的綠鋼琴 因為 皺昏色齁 修揚要很好 來聽一下 畢竟我的車是有改過音階 聲音在正確的位置上 不錯喔 速度很快 好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台 我們不要講哪一台 也不要拍到哪一台 我們現在都一樣吃WiFi 吃熱點 記住剛剛那個清澈的感覺 有多久沒牽你 悶悶的 我覺得新拿到的機器 Apple ibox 它是人聲很突出 但是如果是用另外一台機器 我覺得它是很均衡型 因為我改過音響 所以在我車上聽會很明顯 我們不要說改音響 我們說優化音響 OK好 把它掉 哇 再來看一下其他功能 我覺得它應該要開機自動抓WiFi 這功能 自動拼號網路 WiFi 我覺得要自動開啟 對 這邊要自動開啟 很好 導航網快不快 想去哪 好快喔 南港 順 順壁了 展覽 我們昨天去展覽館 工作 看一下 立即前往 開始 它還沒抓到我的位置 我不可能在那 會不會因為這地下室的關係 有可能 估計預測值 沒差沒差 可是它真的 我不覺得它長 開軟體速度真的是超快 嗯 我們現在在地下室 所以它基本上訂不到我們 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它時間都正確 好 如果我現在想要把它關掉 應該是按這個 然後往上刷 等一下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想要關掉一些程式 就像你手機 我們要關掉一些程式 好 語音助理 好 好 按下去 然後右下角有個設定 好 設定 有 看到了 然後設定之後 它現在目前是沒有選的 你把它選成Google 好 我把它選Google 好 選了 對 我發現這一台真的速度好快喔 快到我覺得好神奇 真的真的 謝謝 對對對 謝謝老闆 好 那我繼續拍片囉 謝謝你支援 OK OK 不會 那你現在按那個 波畫鍵那個 就是一個 講話那個按鍵 按住兩秒 按它就會跳出來 好沒問題 已經成功了 好我試試看 謝謝 OK 好拜拜 謝謝 謝謝 好拜拜 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剛剛打電話給老闆 跟他求救一下 明天的天氣如何 台中明天有雷雨氣溫33度 幫我播放音樂 開始播放音樂 我的音樂應該是Spotify啊 如果你能夠回到2003年 他怎麼會跳到Youtube 他一定是一個巨齒風 所以我就用一個KD指標 大家最熟悉的最簡單的技術 幫我播放Spotify 好我來試試讓Spotify幫你播放音樂 哇靠 都快變特斯拉了吧 你們看 這個畫面 超神奇的 但是你看 仔細看 左邊有一個方塊 左上角有一個橘色的方塊 點下去 他居然 還在安卓的系統裡耶 超級無敵神奇的 好我要切進去囉 跳到安卓系統裡了 你們看看 這個太方便了 我們再測試一下導航 我用Google語音助理 就是車上他左上角有一個 麥克風人聲遙控的系統 導航到台中中有百貨 像是北區三里路三段的中 有百貨公尺 哇 可以隨時切換耶 這個功能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們今天體驗這個 還蠻厲害的 Apple ibox 我覺得它的性價比真的是非常高耶 聲音幫我關小聲一點 爽耶 媒體音量用Google助理 可以真的關小聲一點 你看你看你看 真的很厲害耶 我覺得這樣越來越智能耶 這個東西真的不錯 我覺得真的不錯 那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安卓盒子 其實基本上 從四千塊到一萬二都有 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你這樣的一個價格可以如此的流暢 我覺得是蠻神奇的一件事情耶 我這次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 Apple ibox台灣總代理的部分 那我覺得在豐原店的老闆 因為我都跟他接洽在台中 他真的是很熱情服務 有問必答 也會很客觀的分析每一個機種 不管是不是他所販售的安卓盒子 我覺得他都會去分析一個 他所知道的優缺點 他也不會去評級同業說好或不好 就是他不會跟你講說 我的東西永遠是最好的這種觀念 我也很不喜歡這樣的廠商 到目前為止使用體驗上面 我覺得很快速 真的是很快速 很知覺的反應 所以推薦給大家囉 OK